伍佛无门 为人自照 善恶之报 如影随形 伍佛无门 为人自照 伍佛无门 为人自照 伍佛无门 为人自照 各位同学 大家好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昨天 我们读感应篇 讲道 造卧之人 人界卧之 行后随之 古圣先行 祝佛菩萨 真实的慈悲 爱护众生 众生不信 造作的物业 实在是因为没有人教他 这一桩丝佛在无量寿经上也讲得很清楚 心人不善 没有好好地教导他 所以也不必要去责怪于他 在这种不善的环境当中 他要能够不造窝 那是在说 那是圣贤人在来的 佛菩萨转世 决定不是凡夫 如果是凡夫就肯定他一定会造窝 所以造窝是必然之死 人能够回头 能够向善 只要因念回心 祝佛就互念了 祝天善神 去欢喜 就保佑 绝对不会降罪于他 这所谓是天心忍术 不会将刑法加给那些悔罪之人 我们要相信这个道理 那么由此可知 虚极避凶 确确实实是在乎因念之间 天堂地狱就在眼前 因念善 天堂显起 因念卧 地狱显起 所以我们一个人知道过去做错了 知道悔改 知道向善 以真诚心断我修善 这个人还要遇到恶报 绝对没这个道理 如果这种人 他还是遇到恶报了 那么换句话说 他忏悔的心不够真诚 他对于圣贤的教会 忧以不决 正如无量寿经上说的 以怀疑的心 念佛求生净土 不什么有利益了 也有利益了 生到极乐世界的 遍地移成 同样这个道理 如果是以疑惑心断我修善 他是疑惑心 他悔罪 这个忏悔不吃底 所以还会感受到恶报 不过这个恶报呢 也减轻了 不见地狱可能减轻到游震地狱 游震地狱减轻了到禁边地狱 决定有好处 所以我们对于诸佛菩萨 圣贤的教诲 第一个条件 深信不疑 我们以不善的心对待别人 我们不相信世间有善人 不相信世间有好人 同样道理 世间人也不相信啊 我们是善人是好人 同样一个道理 可是世间确实真的有善人 真的有好人 并不因为大众疑惑他 他就不做好人 就不存好心了 没有这个道理啊 祝福菩萨 真正觉悟了的人啊 那都是真正善人 真正好人啊 局势之人 毁谤他 侮辱他 陷害他 他还是以真诚的爱心 来对众生 这是什么人呢 觉悟的人 所以佛法的教育 真正教学的核心 就是帮助众生破灭开悟 他知道 觉悟是报 佛法 佛家讲三宝 觉悟是佛宝 佛宝 佛宝现前了 法宝跟僧宝自然随之就现起 法宝是正知正见的 生宝是与一切众生 和睦相处相亲相爱 所以说 最重要的是佛宝啊 有生宝有法宝未必有佛宝 有佛宝决定 有法宝有神宝 所以我们要认真 陆离地向佛菩萨学习 今天我们接着再看底下一句 第五句 极倾必知 这个造卧的人 行窝 引窝 行窝 极倾是好的事情 他都遇不到 他所遇到的灾祸 他所遇到的灾祸 B 注节里面讲 求不得的意思 你的需求得不到 不能顺心不能诚意 诸子里头 有几句话说得很好 天道无亲 这个亲 是私心 是私情 诸佛菩萨 诸佛菩萨 没有 天地归神 也没有 为亲善人 只要人 心善行善 诸佛菩萨 天龙善神 就自自然然清净 这个诗 同身相应 这个道理 《易经》里面所讲的 我以类聚 人以群分 也是这个道理 所谓是 志趣相同 佛菩萨善 天龙善神 也善 看到你这个人是善人 自自然然 就相同了吗 你所行不善 所以个个不如啊 你不喜欢他 他也不喜欢你啊 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 就极尽必知 所以一个人 真正觉悟 觉悟什么呢 善无厉害 只要你明白这个道理了 你就常常能清净善神啊 就得佛菩萨的照顾啊 一个人果然 能发心 有坚定的毅力 改过自行 所谓的是 功己顺天 这个功是功圣 功尽谨慎 顺天 顺天 这个地方的天 就是代表的善行 修十善业道 才能升天 所以天人是善行善行 自自然然 就与佛菩萨 天地善神感应道教 你所遇到的是吉祥 是福利 如果你的心情 跟上面所说的相反 行窝 口窝 行窝 在这个世间 你遇到刑罚的机会就很多了 世间刑罚 法律的处分 判刑坐牢 世间法律的有种种惩罚价格 这个是明显的 你肉眼看不到的 有天地归神在计算你 以过去身中修的福 因为造作卧业 这个福折尊 过去身中所修集的寿命 现在也简短了 好事 吉祥的事情 对你 都远离了 凶灾 凶灾 或是 你就常常遇到 你没有办法 避免 我也着感了 你应该要晓得 在这一段里面 诸节里头 举了一个公案 一个故事 这些故事都是真实的 十有其人 十有其死 这是说 古时候有个读书人 心形不善 所作所为 违背天理良心 但是这个人有才气 文章写得不错 所以他去参加考试 这个考试 考官对他的文章很欣赏 就录取了他 到发榜的时候 填榜的时候 他的那个卷子不见了 怎么找都找不到了 所以榜上就无名了 到开榜之后 他的卷子发现 在哪里 就在那个考试官袖子里 天地鬼神捉弄他 他有意要提拔他了 要把他排在前面 特地装在袖子里 到时候开榜忘掉了 好似 这个机缘 统统都丧失掉了 所以 他也很伤心 这考试官对他 十宗都很好 以后 这个考官升官 总是念念想提拔他 好多次的机会 机会来了 都有发生障碍 发生意想不到的 这个情况 把他的事情 统统耽误掉了 所以这个人 心里面非常难过 为什么 这么多好的机会 明明明这个机会 看到成就了 突然是一个变化 失掉了 这样子 郁郁郁郁闷不落 就生病了 这个病病得不轻 躺在床上三年 有一天 他豁然觉悟了 他说我过去一生的遭遇 都是我自己 躁握累积的报应 他一明白 一后悔 他的病就渐渐有起色 以后病好了 好了之后 他就努力 改过自信 终身为善 从前念书人 我们在此地 能够体会到 存心不良 行为恶劣 毕竟还受过家教 还受过老师的教诲 一时 迷在五语六成里面 造罪业 遇到大苦难的 他还能够觉悟 现在人造作罪业 死都不会觉悟 为什么呢 那个觉悟的种子没有 古人还有觉悟的种子在 现在人多可怜 觉悟的种子都没有了 古德 免礼我们 天地之间的福禄 我们用现代话来说 大自然的资源 就是天地之间的福禄 如果你不存一些 善心 善心 勤奋 努力 好好地修养自己 这些资源的享受 你是得不到的 你这一生没修 其实修极的很多 所以是你这也是能够得到 这一切福禄 我们今天讲的物质的享受 说老实话 今天如果谈精神生活 没有啊 谁懂得精神生活 现在的精神生活 大家就是欢乐敞众 你们看唱歌跳 狂欢 那是精神生活 那是在麻醉也在吸毒 那是在找刺激 他哪里懂得精神生活 精神生活是高度的文明 高度的修养 他才会懂得 他才能体会得到 今天完全是物质生活 你要是得到了 不足够多做一点 利益社会众生的事业 你消化不了啊 这古人呢 知悟到的 体会到的 佛在经典里面讲的 更清楚 更明白 施主一厘米 大入虚米山 精神不了道 披毛带就换 你以为出家人 这碗饭好吃啊 细细看看 发其菩萨书身 智药金 你就明白了 但是这个经典 在大藏经里面 没有人看了 佛不止在这一部经上讲啊 这类事情 佛讲过好多遍 好多部经 你不读大藏经 你怎么会知道 我们是在 我们是在藏经里面 将这一部分抽出来 讲了几遍 也印出 本子 供养大众 几个人在这个教会里面 醒悟过来 救过来呢 这是值得我们 反省 值得我们学习 真正忏悔 改过自信 时时刻刻 警惕自己 不能再造过业了 要学诸佛菩萨 以真诚的心待人 无论是什么人 冤家债主 也以真诚的爱心 对待他 像佛菩萨一样啊 平等 一昧 真诚 慈悲 对待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 有缘 他接受了 没有缘 没有缘 他不接受啊 哪些是有缘人呢 善行的人 善行善行的人 接受 接受佛菩萨的慈悲 行悟行悟的人 排斥佛菩萨的慈悲 不是佛菩萨不慈悲 不是佛菩萨不爱护法 是他排斥 他不接受啊 虽然排斥不接受 佛菩萨的真诚的爱心 真诚的慈悲 对他并没有减少一丝好 我们学佛要从这个地方去学习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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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